彈紅的槍彈這樣聽起來怪怪的 就是 就是退稿 我的意思是退稿 對 不是 講到這個畫面我好在講一下 他其實 蠻容易溝通的 其實蠻容易溝通的 在創作上面 因為有時候字數的關係 你沒有真實過嗎 沒有 我剛剛很少 他的真實通常只有在籃球場上面 我很少會試一下跟他 對 因為他的脾氣算 其實脾氣算蠻好的 我只會一直跟你說道理 像老師一樣 真的 真的發火 我只是看過他在籃球場上 有一次就是 他太認真 他真的就是太認真 打球只是一個遊戲而已 那我就是不想動 這樣 我就覺得這樣喘 我如果受傷怎麼辦 我要彈琴 他就覺得不行 輸了沒面子 這樣 就是要贏了 然後就是 後來跟人家有那種拐子弄到 因為他很壯 但他被人家弄到他就很不爽 他後來去 他就是 他好像也是去撞人家 然後上函得分 他就覺得很爽 在那邊 耶 在那邊叫 然後我說 不要鬧 真的不要鬧 現在很多人在看 不要這樣 沒關係 我們贏到那種拐子 不行 然後一轉頭那個人說 誒 根紅現在是因為有天王當靠山 所以呢 現在越來越紅 你會不會想要在這邊幫他平反一下 真的沒有 我覺得他是真的有 有 自己本身就有實力 嗯 因為 我常常其實 之前 比如說我推薦他的作品 給很多的 武術導演 嗯 然後 真的很少 可以 我不知道那個 其實我應該推薦那段影片給你們看 他自己拍的 嗯 然後就是一些體能上的訓練這樣 然後這些體能都是超乎常人可以做的 嗯 然後 我就覺得他根本就是 應該是他演鋼鐵俠吧 哈哈哈哈 因為 對 內力叫鋼鐵俠 嗯 然後 那個 這邊叫鋼鐵人 對 然後他是 因為 他只是沒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對 你想想好萊塢有些特效 嗯 今天如果 用在他的身上 然後他又會打 好得了 真的就 不一樣 嗯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 一個運氣 所以我覺得我有這樣的機會 我會趕快推薦 說 欸 你要 你要 你要找一個反派的對打對不對 OK 跟紅 嗯 然後 智琳的演出 嗯 要脫上衣了是不是 跟紅 哈哈 因為畢竟 你的朋友也要有這個料 對啊 對不對 他有這個料才有辦法有這個演出 就你推薦他去 他才有辦法撐得起來啊 對對對 這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其實結論我們聽得出來 他其實不管是在這個好朋友上面 或是提息後背上 其實也是 包括你像之前在也在拍不能說的秘密的時候對不對 在這之前也像貴倫美跟曾凱璇應該就真的是你試鏡碰出來的 對 試鏡遇到 對 你那個時候當導演一定要試鏡吧 親自試鏡 那你怎麼幫貴倫美跟這個 兩個都要有氣質 但是都要不同的感覺 嗯 那其實真的很難找 那我真的 其實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貴倫美 因為這個劇本其實 我在 我在寫的時候 在想的時候 我就是 畫面就是他 嗯 然後他如果當那個女主角 然後回到過去什麼的 然後他又會彈琴 是 這一切都是巧合 嗯 他是真的會彈 嗯 然後 曾凱璇是 後來就是 一堆人會記一些Model照片這樣 嗯 然後我就覺得 欸 貴倫美是短髮 另外一個是長髮 嗯 嗯 先這樣設定 然後 呃 會不會彈琴 就是不重要了 嗯 剛好 試到他 他又會彈琴 哦 對 貴倫美也會彈琴 欸 沒有 貴倫會彈 那個試到那個曾凱璇 彈 曾凱璇也會彈 對對對 嗯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 注定的 嗯 所以剛好兩個人 match在一起 就是你要的那個 對 而且他們兩個也是要擺在一起 嗯 就是看他們兩個在一起 擺在一起的感覺 會不會有 互相排斥 你知道嗎 有時候演員會怕會有互相排斥 所以試鏡的時候 你有要求他們做什麼事情 彈琴還是什麼 呃 你怕他們試鏡的時候在幹嘛 其實 其實老實講 呃 因為那時候 貴倫美是去真的不用試鏡 因為他本來就是 就是 演戲的嘛 哦 你沒有像那個 好萊塢一樣 要先跟他 沒有沒有沒有 對 本身就有演技了 是 那曾凱璇試鏡的時候 你要求他做什麼事 嗯 呃 那時候 我是希望他哭耶 嗯 印象中好像是希望他 喔 試鏡的時候 試鏡的時候 對 我好像是這樣 印象中啦 嗯 嗯 嗯 我覺得 有時候有些人哭要哭得好看 嗯 不能哭得 一把演了一把屁 哭得那個扁 臉都已經扭曲了 對 也不行 對就是 就是這樣試鏡然後就覺得 嗯他們兩個滿搭的 嗯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聊完了 聊到這邊為止 我們發現其實周杰倫 他有 演員對不對 好萊塢的戲也演過了 對 然後呢包括導演也當了 MV導演也當了 這一次他發現的專輯 我們還是要回歸他 最初的這個音樂的部分 沒錯也就是這個 周天王周董歌喉的部分了 那其實他一直以來 不管是他拍戲 或者是出專輯 他身為天王一舉一動 其實都真的非常受到 大家的關心 所以我們現在 先來看一下 人痛真的會著急 一舉一動大家都會有話說 相信這一年周董應該 非常的感同身受 才會在這次出道十年的專輯中 以超人不會飛 發出自己無奈之聲 2010年 算是周董桃花節的一年吧 許多的小咖女性 紛紛的不斷想跟周董扯上邊 像最近因為一隻取經的 電玩廣告尺度 引發爭議的小魔陳以廷 就自爆沉浸過周杰倫的 星光密室 與他交情匪浅 其實覺得能夠幫人就幫人 放心人 但是不要太扯就好 就是幫有個限度 不要太超過了 對 原本是覺得好可以 而且變魔術不會太扯 因為我也蠻長 真的蠻長的變 最近看到狗之後看 我就覺得 這有點誇張了 以電玩女運空廣告一夕爆紅的女模 陳以廷現身 面對平面媒體指稱 她淚眼控訴 經紀人逼迫她 得扯上周杰倫的巧知名度 她說這些全都不是事實 不小心那個風吹的那個沙子 所以才掉眼淚的 真的不是金字眼吧 不管媒體怎麼問 就是一再顧左右而言她 陳以廷更否認自暴被周董要過電話 上過蝙蝠車 甚至曾到周董貼滿星空的浪漫密室 態度180度轉變 全都是因為周杰倫不止一次吐槽 對陳以廷一點印象也沒有 更說陳以廷應該是哈利波特看太多 想像力太過豐富了 當然最近有很多衰事產生 因為我覺得自己都接了這麼多廣告了 然後也主持電話這麼久 實在不需要調查 陳以廷還脫口說出 自己不需要靠周杰倫來炒作 但不可諱言的是 自從和周董的名字連在一起後 的確搏到不少版面 看來周董被消費只能大態無奈 而除了八卦緋聞 讓周董感到很無奈之外 2010年開春從電影自靈跳房實力 到電視劇小貓人的收拾話題 都讓周董再度的是非殘身 小電王周杰倫 武王影視歌三期邁進 電視劇處女座熊貓人 周董不但擔任導演 還參加演出過足英雄女 要來大牌曾志偉 潘瑋柏 與顏承旭助政 明星期的卡斯和3D特效 總製作費衣1000萬台幣 也破大陸時裝劇紀錄 可惜無裡頭的拍攝手法 不獲觀眾青睞 播出收視才零點多 創新低紀錄 你看 熊貓俠 不用稱讚有的沒有的 一樣刀槍不錄 網友批評造型太卡通 還有人說性沒有內涵 弱智等胃口 但面對外界獨屎炮轟 周董維持一貫態度 輕鬆坦承 劇情的確是蠻弱智的 但強調戲本來就是拍給小朋友看 希望大家能夠幽默看待 花了大約一億三千萬來拍攝的電視劇 熊貓人 一開始在大陸地方電視台播出 或許是愛於尺度導致 知情被剪接得不夠順暢 所以被網友靠空到不行 但是當周其倫自己剪接的完整版播出後 批評的聲浪似乎是少了許多 如果媒體稍微 不要一直攻擊熊貓人的話 我覺得高抬貴手 因為其實你說收視率不好 其實也只有一家在內地的 不是我剪的版本 然後其他部分收視都還不錯 只是沒有人報導 只有我們自己去講說 哇 這收視不錯也沒有用 這是我覺得可能就是 可能以前都考很高分 難得有一次考比較低分 大家都會拿來當 對 當話題 對於自己成為天王後要付出的代價 周姊恩用一句 我不知道何時變成的那所謂的榜樣 再一次強調 隨時都會被外界打分數的辛苦 而另一個也讓周董啞巴吃黃蓮的 就是2009年的金曲獎 因無法出席頒獎典禮 卻被拿出來大作文章 5月27號 金曲吃世紀金曲的唐晶瑩 為拍攝金曲預告片時 這公開表示 如果歌手不參與 那主持人做得再多 也沒有意義 主要還是希望音樂人 能夠踴躍參加 因為如果主角是他們 音樂人不來 我們再去參與